花莲市富裕五街一位张姓市民 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疑似因为气温骤降 导致突发性脑出血 经过救治之后捡回一命 不过身体右侧瘫痪 现在是由家人在照顾当中 市长吴佳琪特别前往探视慰问 除了给予急难救助金 也叮咛他要勤劳复健 配合物理治疗 让他可以自己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正值青壮年才40多岁的张先生 是板膜工人收入并不稳定 今年一月份疑似因为气温骤降 导致突发性脑出血 经过救治之后捡回一命 不过身体右侧瘫痪 现在是由亲戚在照顾 生活经济更是陷入困境 因此花莲市公所合发了 社会安全网急难救助金 希望可以帮助他们战斗难关 今天到国御礼这边 我们也来做一个个案的访试 那一个张先生 他因为之前在工作的地方 不幸中风 那回来以后是姐姐来照料 那也谢谢里长跟里干事的通报 让我们能够来关怀跟鼓励 那我们期盼张先生在日后的复健 能够赶快的恢复身体上面的健康 未来也能够重返职场 那我们市区里面 有一些需要帮助的 需要关怀的 如果说我们的市民朋友有发现 那也请大家能够通报给花莲市公所 市劳客 或者是我们宁静的里干事跟里长 我们会全力的来协助他们 市长温嘉贤提醒乡亲 要有定期健康检查的观念 并且做好自我的健康管理 降低中风或者是心肌梗塞的风险 同时也提醒民众 如果发现周边有人因为突发事故 导致生活陷困 需要外界帮忙 请大家能够向里长或里干事来通报 由市公所来帮助他们战渡难关 据长邦彦 花莲市报道